哈喽宝宝们 我是你们彤彤老师 很高兴在这里又跟你们见面 今天咱们要学习到的是 三年级举一反三第十四周的内容 解决问题的第一部分 那今天咱们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应用题了 我们会解决很多哈 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应用题 那么为了把这些应用题给它解决好 那在这里边 首先我们要非常熟悉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需要去学习 怎么找应用题里的数量关系 那么常见的数量关系又有哪些呢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请看下面这两组馒头之间 有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 上面有七个黄馒头啊 下面有三个这个紫色的可能是香鱼啊 这个馒头啊 那么说这两组馒头之间有什么数量关系呢 怎么描述 我可以这么说 我说这里边的馒头一共有十个 这是一种描述方式 我表示的是什么 两组馒头的数量之和 对吧 这是一个数量关系了 还有吗 那你想到了和自然就会想到 上面这一组的馒头比下面这组的馒头多了四个 这个是他们数量关系里的差 或者反过来说下面这组馒头比上面呢 少了四个 这个也是差 对吧 你还可以说的是上下两组馒头之间的数量差 是四个 好了那么除了和还有差这样的描述方法之外 咱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其实也有 我把它看成一倍数的话 那么上面的馒头就应该是下面馒头的两倍 还多一个吧 或者换个说法 你也可以这么说 说上面这组馒头呢 比下面这组馒头 对吧 它是它的三倍还少两个 是不是也能这么说 这些数量关系啊都是一些可以运用到的常见的数量关系 那么在我们平时做应用题的过程里面呢 常见的数量关系和差倍 这几个是需要大家尤其去注意的 好了那么话不多说哈 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一讲里边呢 用到分析数量关系 对吧 那么在分析数量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呢 叫做线段图 那你不光得分析数量关系 你还得解决应用题 对吧 那么通常解决应用题 咱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有两种 一种呢 是从问题入手 反向去解题 你就去想 哎呀 我还需要什么条件 把它给写出来 对吧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没法从问题入手 我想不明白的时候 你不妨从条件分析啊 那么看看条件里面能让你求出什么 咱们就求什么 说不定到最后问题的那一块 解决就非常的容易了 好了 所以这是两种解决应用题的常见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就让咱们一块来挑战一下 今天的王牌例题 请看第一道王牌例题 说学校里边有排球 上面这是排球 它有24个 那么又说到足球的个数比排球的两倍 还少了五个 现在请问的是 学校有排球和足球 共有多少个 在这里边已经清楚了排球的数量 接下来呢 描述的是足球和排球之间的一个数量关系 对吧 它们存在了一个两倍还少五个这样的数量关系 最后要问的是足球和排球共有多少个 咱们从问题入手 你会发现啊 问它共有多少个的话 在已知排球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算出来足球有多少个 这是不是就OK了 那我要怎么样算出足球的个数呢 在这里边不妨啊 我们用画图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理清楚它的数量关系 注意排球24个 足球是排球的两倍 少五个 所以排球如果是一倍数 我们用一段来表示 足球应该是两个这样的一段 但是第二段这里呢 末尾是不是还少了五个 没问题了吧 好 此时已知的是什么 这是24个 那么你能不能算出来足球有多少个呢 这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发现用24乘上2再减去5 就可以算出足球的个数 那么这就是48再减去5 这就是43个了 并没有做完 我们问的是总共多少个的话 那么排球的24个再加上足球的43个 就可以解题它是多少个呢 这个就应该有多少 67个了吧 对吧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那么宝贝们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啊 动脑筋想一想 他问的是总共多少个的话 这样的是一倍数 那这里边应该有三个一倍数 但是倒没到三个一倍数 没到还少了5 所以我要问他总共多少个的时候 不妨咱们就用一倍数24乘上3再怎么样 减去少了的5个 这是不是就OK了 答案就是72再减去5 也就是67个 这道题呢 我们也就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那么在这一道题目里面 咱们注意哈 我们有一些倍数兼常用的倍数关系哈 比如说一倍数乘上倍数等于几倍数 那反过来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几倍数除以倍数等于一倍数 这些数量关系 你是要非常熟悉的 像我们这种题目哈 有这个小尾巴的多几或者是少几这样的条件 你在最后乘完之后 你在最后乘完之后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做一下加法或者是减法 才能把题目给他做对了 好了 两间的数量关系 然后让我们求出月季花有多少盆的问题 怎么做 其实很容易画出现段图 咱们求出这里边要求的问题 是不是就OK了 那画先段图怎么画呀 首先我们把名字给写上好不好 它有郁金香 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个郁字好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月季花 是不是应该是根据倍数的这一句话 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来画图 说郁金香比月季花的三倍还少了十五盆 所以在这里边一倍数就应该是月季花 一般我们都会先画一倍数 那么郁金香就应该是它的三倍 但是还少十五盆 对吧 所以我们画出一样的三倍 但是呢 到最后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还少了十五盆 没问题吧 把已知的数标上去 我们知道的是郁金香有一百八十盆 现在想问的是什么呢 想问的是月季花 就是想问这样子的一倍数 那我应该怎么做 你说老师我用一百八十直接除以三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一百八十并不是对应了三个完整的一倍数 那老师呢 我一百八十减去这一部分 再除以二 可是你并不知道这一部分是几 对吧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它变成一个整的倍数了 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整的倍数呢 我们发现 一百八十 如果我加上这个十五 它是不是应该对应的就是完整的三倍数 而我想算的是一倍数 这个时候呢 用它除以三 就可以解题了 所以答案很简单啊 一百九十五再除以三 答案是六十五盆 这就是咱们算出来的月季花的盆数 那么这道题呢 也就做完了 宝贝们提醒一下大家 在这一道题目里面 我们其实是知道了几倍数 去求一倍数 对吧 那你想算出这一倍数的话 一定要把它具体的数量 对应的是一个整的倍数 是不是才可以 那我这少了十五盆 是一个整的倍数 把它给加上十五 这就OK了 好 那么这一道题呢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 特别关键的有一点叫做 多减少加凑整倍 除法除出一倍数 没问题吧 这个多减少加千万注意了 OK 那么它搞定以后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和它类似的一个 取一反三的问题 让咱们来看 那说水果店呢 卖出了九框水果 每框水果呢 重的是四十五千克 接下来又说到了 卖出水果的质量 比剩下水果的质量的三倍 还多二十七千克 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一个数量关系 说的是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 是卖出水果的质量 和剩下水果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然后问剩下多少千克水果 那这一道题啊 和刚才题目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它也是知道了数量关系 然后问其中的一个量 但是不太一样的是什么 我们这里边只知道 卖出了九框水果 每框平均重四十五千克 你知道一共卖出了多少千克水果吗 这儿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 是不是先给求出来 九框水果 共重多少千克 对吧 好我们来想办法把它求出来 那怎么求 说平均重是四十五千克 是不是 那九框的话就应该用九乘上四十五 这就可以了吧 对吧 那么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四百零五千克 这是什么 这是卖出去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用线段图来整理它的数量关系了 这是剩下的 卖出水果的质量比剩下水果质量的三倍 还多二十七千克 所以谁是一倍数 是不是应该是剩下的水果是一倍数 对吧 哎呀 好那卖出的水果呢 就应该是它的三倍 还多二十七千克 在这里 没问题吧 之后呢 它的总数对应着的是 咱们刚才算出来的四百零五千克 现在想算的是剩下的水果 好不好做 非常好做了吧 多减少加减少加凑整倍 这个呢 是三倍数还多了二十七千克 所以咱们用四百零五 减去二十七的差 再除以三 是不是就能够解决了 对吧 那么它的计算怎么算呢 其实怎么算都行 你可以先用四百零五除以三 答案应该是什么 一百三十五 是不是再减去27除以3 这就是9 那135再减去9的话 这就应该是多少 126千克了吧 那注意一下 这个是咱们说这一道题的一个解法 算出来了剩下的水果题目其实也就做完了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这道题目里面 我并不知道卖出水果是多少千克 需要通过平均数的一个计算 它的总数呢 等于平均数乘上分数才OK 这个是45千克对吧 那有9框 那这就能算出它的总数了 学会了吗 OK 那这道题学会之后 让我们进入第三道王牌立体 这道王牌立体里面是这么说的 说小林家养了一些鸡 黄鸡比黑鸡多13只 白鸡比黄鸡多12只 白鸡的支数正好是黑鸡支数的两倍 球黑白黄对吧 这三种鸡各多少支 那这道题出场人物呢 比刚才都多了 从原来的两个量变成了三个量 所以对我们来说它的挑战在哪 把这三个量的数量关系是不是整理清楚 那么怎么整理呢 最方便的工具仍然是咱们的线端图 对吧 我们先把名字给写上 有黄鸡 有白鸡 还有黑鸡 是吧 好 那么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呢 有什么 贝尽 我都每一个人都去贝尽 我都不在买 贝尽 贝尽